大家好 本周的美国大选已经到了冲刺阶段 特朗普和马斯克两人都在各自方面进行发力 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进行拉票 为什么说马斯克呢 因为不是哈里斯呢 因为这次确实马斯克他下了重注 应该说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压在了这次美国大选上 这对于一个商人来说 绝对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一个信号 我们先来看一下 川普这两天呢 在办跑道就是所谓的麦当劳进行打扮 亲身体验去做给人员工的就是坐在一线 以此呢来拉这些底层美国老百姓的选票 而且呢听说他所有的这些 在他这段时间 所有去麦当劳这家去买东西的 都是免费啊 他自己呢亲自做 而且还可以免费去发 你有此可见对美国底层老百姓的民意啊 有多大 马斯克这一块呢 他也是用自己的超能力直接砸钱 比如说你只要去美国啊 去这里投票啊 线下去投票 就能够啊 随机获得10万美元的一个支票 而且是直接现场就发的啊 概率不定啊 但是他这个行为呢 对民主党呢 有点啊 指摘 为什么呢 有点干预美国大选的一个味道 但是人家 马斯克说了 我没说让要求选民 去选特朗普啊 你也可以来 只要你来投票就行 我没说是你投川普还是哈利斯啊 他呢就在 法律上啊 没有出现出席这个红线 真要打官司 你不能完全把他给怎么样啊 当然如果要是民主党赢了 他们肯定会对他进行报复啊 这就是 所谓 这就是所 马斯克他的一个 危险所在 在此之前呢 他已经和民主党人呢 其实已经啊 接过梁子了啊 如果要是继续哈利斯当选 肯定是对他进行一次啊 要整他的 由此可见美国现在的民主啊 已经也是到了一个 很危险的一个边缘 当然哈利斯呢 给一个60岁的歌星 听说是过生日去了 也在拉票 不管怎么说吧 都在进行最后的冲刺阶段 金融市场上 目前呢 应该说对于特朗普 他的营面的计价 已经出现了一定的计价 你比如说比特币 现在都已经 涨到6万9了 接近7万 其实这个呢 就是对特朗普 获胜的一个啊 简单计价 美股这一块呢 是风平望静啊 目前呢 没有大的波动 但是华尔街呢 比如摩根大通交易这一块呢 都已经开始啊 计价啊 特朗普二次当选 毕竟特朗普的减税政策 对美国企业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利好 从我们这些交易员来说 各位呢 还是要防风险 比如说 尤其是美国总统啊 万一要是民主党在 选点票这个阶段啊 再使点手段啊 再弄个什么多米尼系统 或者是什么邮寄选票 打着直接硬贯 这也是有可能的啊 所以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所有的钱 压在这块 做好一定的就是美国总统啊 扯皮 甚至啊 所谓的点票的时候出现啊 各种各样的法律纠纷这个风险 我们呢 还是要进行 进行的这种预防的 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 那整个金融市场肯定会打乱的 就目前来说 还没有计价啊 这个呢 就是没有计价美国总统 就是难产这一块 没有啊 风险这一块是没有计价的 你比如说VX指数目前现在是相当低的啊 这是美国这方面 今天呢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国内啊 最重要的一个啊 财经金融事件 就是中国的ILPR利率啊 降低了 根据最新央行的报价 一年期的是3.1%啊 五年期呢 啊 降到了3.6%啊 都是降幅呢 超过了啊 预期啊 差不多25个基点啊 这对于房地产啊 就已经买房的这些中国房奴和韭菜们来说 啊 确实是个很好的 很好的一个啊 就是喘息的一个机会 毕竟利息又降低了 每个月呢 又能够省下几百块钱的 就是房贷了 但是就实际效果来看呢 我觉得啊 还是不一定能有多大的理想啊 因为中国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呢 和人口挂高 人口已经是复制了 人口不上来 基本上就没人啊 去买啊 这是一个恒定的指 我们的重点呢 这期呢 不在于关于房价是否涨跌 关键是我们计算银行啊 就以银行之间 就是一年期存款利息 一年期RPI利率啊 包括五年期 他们之间的差值来计算央行 他的这个手段 就是手里的弹药还有多少 目前一年期是3.1% 与之对应的是各大商业银行 把一年期就是定期存款利息 已经降到了1.1% 如果也就是说 一方面是吸收存款 一方面是放收贷款 两个利率 一年期存款这一块 1.1% 贷款利率是3.1% 这中间有2%的差值 这个差值呢 就是银行的利润空间 但实际上 由于银行的运营成本在这里面 大部分银行呢 其实是低于这个 即便是最好的招商银行 也达不到 根据今年上半年 银行公布的财报 中国大部分银行的竞细差呢 还是在下定的 工商银行目前是1.43% 农业银行呢 是1.45% 交通银行是最低的 1.29% 都跌破了国家划定的1.8%的 就是景气线 就是现在整个中国所有的这银行业呢 基本上是处于挣扎的利润 很容易就是处于亏钱 就是处于亏钱的一个状态 如果真这样的话呢 中国六大国有银行 整个中国金融系统都会出大事 我们就此来算一下 以一年期存款利息1.1% 也就是说中国理论上 再降LPI利率的话 可以降到零 有人说呢 可以不可以向日本降到负值 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中国老百姓哪怕是韭菜 没有存款利财的手段 但是如果要是他发现把钱乘进银行 还要给银行利息的话 那么就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 就是挤兑中国银行 就整个所有全国的老百姓 都会把钱从银行里都提出来 如果是挤兑的情况下 那么整个中国银行业一天之内都会崩卡 都会崩卡 所以不能够把利息降到负值 连零都不可以 甚至你将了低于2.5% 都是很难的 我个人估计5% 是他的一个下限 就是一年期存款利息 不能低于5% 其他小型银行呢 可能有加 有在这基础上 由于吸收存款困难 可能会有一定的加点 从这里我们可以大致算出 因为LPI利率和存款利率之间 肯定是要有一定的空间的 这就意味着 接下来中国银行顶多再降 就是大概600个基点 就是从1.1%降到0.5% 大概也就是50个基点 不能再多了 再多的话就扛不住了 这个区间的明年 明年基本上也就打完了 至于后年以后 中国会怎么样 如果房地产还是拉不起来 那么对中国政府和银行来说 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因为你不能再降了 房地产也拉不起来 经济刺激也到了极限了 那个时候呢 才是整个中国金融系统 走到了一个 就算是一个悬崖的一个 绝境的一个边缘的一个处境了 至于未来怎么样 目前来看呢 还是不敢大规模的无毛印钞 还是不敢大规模的无毛印钞 在存量之间还是在进行腾夺 这是他目前 中国金融管理层上面 我估计也是在等 还是在等美国那边 最好出着大事 然后呢 在给国内的借机 进行大规模的放水印钞 这样一来中国老百姓呢 就是感受程度呢 不会特别强烈 这是他们 他的一个策略 尽管美联统进行降息 但是还是不敢大规模的印钞 主要还是在看美国这边 无论如何 就是中国还是美国也好 金融系统呢 基本上都走到了一个尽头 美国那边也是 因为大规模的发钱 国债都已经达到三十万亿了 无论谁上台 中美两国都会出现 大规模的一个变动 金融市场的动荡 是不可避免的 这也是这两天 黄金大规模上涨的一个原因 有黄金多头仓位的 各位拿好就行 咱们等着市场的动荡 肯定是能赚到大钱的 好 今天呢 咱们就说这么多 谢谢各位收听和收看 谢谢